很多人以為我現在是有錢買樓 我還未有錢買樓 105很想檢查,我還沒收 那你會不會想改名字呢? 我剛剛入房的時候 跟花姐說,我可以轉一個名字 可能你沒聽過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更難聽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林茂法 林茂法 是呀 你叫你家媛吧 Hello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我們今天R.Y.P. 而我們今天這位嘉賓呢 嘩,非常之不得了 我想說是我史上收到最多女觀眾的DM的一個嘉賓 而我們今天的嘉賓呢 就是我們晚中期待的姜濤 Hi,Hello,我是姜濤 Hello,Hello 那都循例跟你說一說 也要戴上我的頭盔 我們這個節目呢 所有問題都是我們在IG收集回來的 不好的,我都是代他們轉大的 就告訴你 但我想前面,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前陣子看了一個訪問 都是關於你的 可不可以看看你的電話的WARPAPER 怎麼不可以看看你的電話 呃,呃,呃 你有沒有轉到? 沒有,我沒有轉 我從出道到現在沒有轉 就是我出道的時候想提醒自己 就沒有前面飛 其實是很難得的 就是我覺得你做到現在 還是保持這個中指 你介不介意看我的WARPAPER 我都是代替提醒自己 OK嗎? 沒有,我純粹 我純粹,嘩,你不用理好 第一個問題 就是大部分女觀眾 都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 有什麼擇偶條件? 我覺得愛觀上其實都會隨時變 所以其實我現在找條件 是沒有什麼愛觀上的條件 我覺得 其實反而你希望去理解到 做這一行的人 希望是 那會不會有什麼條件 是你會比較不喜歡的呢? 可能在我需要安靜 需要理解的時候 就希望她都可以不要怪我 就是不要經常懷疑我的事情 哦,就是至少要相信你 支持你現在做的這件事 下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當初沒有參加這個全民造星 你覺得你現在會在做什麼? 我現在應該還在讀書 因為我之前讀Score Culture 我希望都做過體育老師 可以教一下小朋友 找到什麼 其實小時候我打算做藝術的 但是沒有實行到什麼 都覺得好像某現實那件事 你說小時候沒有打算做 但當初又為什麼 突然會去參加全民造星? 其實小時候是有這個想法的 但不敢去行動 我長大之後就去行動 就是給了自己一段期限 在這段期限裏 我就盡量參加多一些比賽 就是告訴自己 看看是否真的有這個命 無論你到最後成功或是不成功 都給一個交代自己 哦,其實都是叫做 搏一搏 就是看看好不好 試一試 等自己不要後悔 我搏 有什麼感覺? 譬如現在 很多曝光露 很多廣告 現在那個感覺是怎樣的? 那個感覺其實都 比出道之前習慣了 但是都不是很習慣 因為 經常都在這裡重新去審視一下自己 是否真的大家說到這樣 所以都經常跳出 我是姜濤這個身份 去看看大家的評價 很多時候大家都好像過預了 其實我不是的 大家後中說到那麼厲害 那你剛才有說 你是不是都會上網看 別人對你的留言 評價之類的東西? 會啊 大部分上網看的都是 大家對我歌的評價 因為我覺得這些是會幫到我 所以 至於這些 其他八怪的東西 我就看完就算了 譬如你這兩年 即是紅得這麼快 會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或者你覺得其實由 剛剛出道 到現在 你覺得中間最大的分別是些什麼? 都是不習慣大家這樣去讚自己 為什麼呢? 因為從小到大都沒有什麼被人稱讚過 很多缺點 我都 通常人們會怎樣稱讚你 會令你覺得你不好意思 即是讓觀眾知道 看完之後我讚你 他就知道怎樣稱讚 不怕稱讚壞了 可能經常都說 姜濤已經是 改變了很多東西 是年輕人的代表 這些真是不感當的 但其實這個是真的 我不是 因為我覺得 純粹我是有這個運氣 可以令大家看到我 但你說代表的話 其實是我的作品 或者我的能力 都沒有代表到大家 因為我覺得年輕人 每個人都很厲害 所以 不覺得我比大家厲害 你都真的很謙虛 但我覺得不是 因為其實我就這樣看 其實你都真的牽起了一股熱潛 但我就這樣看 其實真的很久沒有 一班觀眾 粉絲 就是這麼瘋狂 去喜歡一個人 我是覺得很厲害 我都很開心 其實自己可能 帶起了一些東西給大家 但我可能 在這行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就越希望 無論我們MIRROR 大家都好 還是其他人 其實我希望大家看到 更多這個樂壇的人 我才會覺得 大家會進步 整件事 大家如果只看到我的話 其實 某種程度 都難一點 去推動整個樂壇 我們這班年輕人 或者我們香港的歌手 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再次 變成亞洲第一 聽起來 其實你真的很喜歡唱歌 其實有沒有想過 會 有沒有想向其他方向發展 其實 當然演戲 或者其他種種都好 都有興趣 但我知道自己 其實 初心就是想做一個 唱跳的歌手 但我都知道 作為藝人 是你要多方面發展 才可以令到其他人 認識自己 講開 前陣子就看報道 就說 好像你最近 準備買東西 這個觀眾就問你 有沒有看合哪個樓盤 買樓這件事 很多人以為 我現在是有錢買樓 仿美有錢買樓 105很想檢查 我都沒收 這個之前說 我是OK的 沒事沒事沒事 但是 是不是多到寫不完 還是 不是 因為傳統就是這樣 傳統就是 你根據收到的 都可能是幾句支持的 你可以嗎 你可以嗎 我看你一直在看周圍 是不是 不是 經理人比較緊張 不過不要緊 OK 你安全的嘛 你的處境 安全安全 沒事沒事 如果需要幫你報警 你就斬兩下 OK 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OK 哈哈哈 報警 報警 我大部分現在的收入都 都存的 因為我不懂得投資 家人 從小到大的教育 就是投資有風險 存在就最安全 那我就 賺多少 我存多少 但是很多人以為 我看樓等於我有錢買樓 但我也沒有錢買樓 就是看著才了解一下 有沒有 對 了解一下 那你之前有說過 你買完一層樓就退休了 那是真的嗎 還是現在會不會有些改變呢 因為其實你也很喜歡唱歌 是的 以前的確覺得 買完一層樓就可以退休了 其實現在也有一點想法 但是這個前提是 做完我想做的事情 我並不覺得我會長期 留在這行的一個人 我也希望讓自己在30歲之前 可以完成 我想完成 包括可能 真的可以做一個 我覺得很好的音樂 給人 那你完成了這些目標 可能到時候 應該不是一層樓了 我相信 哇 送給歸然 那我們繼續問一下 就是這個觀眾就問你 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有什麼減肥方法 我以前小時候 都是很不健康的 可能一天吃 三顆蘋果 就是去跑步 就是日跑夜跑 因為我小時候都不懂得減肥 因為吃越少越好 那看來可能我都 不健康 不健康 聽我的方法 那你現在有沒有 要做些什麼去控制體重 現在沒有 現在都肥了 剛剛出道的時候 有時候 急的話 就斷食 那個時候 我記得我四十幾個小時 沒有吃的 都不是一個推介的方法 偶爾應該可以的 因為如果有所知 如果有所知 對 那我們就做 下一個問題 最想跟誰合作 嗯 很多 很多 那或者最不想跟誰合作呢 會不會容易回答 這個 我想跟MIRROR 是不同成員合作的 或者跟ERROR 都好 很均衡 對 給你罰了 哈哈 好吧 沒事 我們這裡很和平 我們今天 最後一個問題 都是觀眾問的 就是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大計 或者發展方向 接下來就是 希望可以拍一個 再厲害一點的 一個MV 我希望 令大家覺得這個MV 是現在 相信在香港拍到出來的 希望在明年可以完成 可否透露你大概 生活中的預算是多少錢 這個MV 嗯 二三百萬 因為其實我想 二三百萬 都是一個 其實不算高的價錢 我想再高一點也會有 但是你拍了這MV 就 你買樓的目標 又再遠了 你又遲些才可以退休 所以就希望 今年買到樓 就明年存錢再拍 還有自己的作品 都是自己的東西 自己的投資 都很正常 完全感覺到 你那個 對音樂的熱誠 今天真的了解了 姜濤 再深入很多 但我想問一下你 很多人現在叫你姜B 其實你喜歡別人叫你姜B 你喜歡嗎 不喜歡 又不是一點都不喜歡 我很感激這個名字 帶給我很多東西 但是 始終我覺得 我今個月30號 都已經22歲了 就是還被人叫姜B 就真的不太好 那你可能長大一點 就叫你姜B哥 好壞 姜B哥是甚麼事 老實說 我叫姜濤 其實我一直都不喜歡 那你會不會想改名呢 想 我剛入行的時候 我跟花姐說 我可以轉一個名字 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大家在節目上 已經對這個名字定了 我姜濤不錯 可能你沒聽過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更難聽 我也想改名字 不過太遲了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林茂法 林茂法 是呀 要不要交換 姜濤叫我 是不是呢 你立即覺得姜濤不錯 好 再一次多謝姜濤 接受你今次的訪問 多謝 各位觀眾 希望今天可以解答你們的問題 好嗎 今集到這裏 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